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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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自主地被推着往前走了 当然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你不要不尊崇自己的内心 因为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一定要尊崇 因为这决定你们今后是否幸福 我这样说大哥不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 因为这也是对你负责任 你的一番诚意 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思都希望你们两个人幸福 但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一定要尊崇 给我泼了盆冷水 也不是给你泼冷水 是为了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延续的一个好结果 我就希望你签阿姨 必须签 人家对莱姐说的也不是说希望她不签 希望你认真考虑 别说一激动在台上签了手了 下去就再见吧您哪 那不是也那也不通人 那不能能做 能选择吗 我把花先放到您手上 好 来 咱这么的我感觉是反正我是挺愿意的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内心是怎么想 但是我们下完台以后 咱们出去你也挺辛苦挺累的 咱吃点话 往事咱再互相了解了解 往事再 看中间牵手呗 能费能拉近 那为那事也能 这个时候书应该揭秘了 这位是您想见的女士不 是 阿姨我跟你说件事 忙在鼓里呢 我们叔叔盯了你好久了 是吗 你就是他梦中情人 在电视上看过我们阿姨 特别相中他 然后伟风我们导演就联系他 但是阿姨不知道这个事情 不知道 所以你刚才还说 是不是在你的年龄范围之内 为您而来的 是 我的天哪 谢谢啊 那您是看中我们一号女嘉宾哪一点了 啥 他哪一点就是给你吸引成这样呢 说话这些很能理解人的这些挺感动的 你是不是每次在电视里面看到咱们一号女嘉宾的时候 都感觉到这么喜气 是吧 总是觉得 她说话 就是那种特别和风系 特别和风系 就是这种特别好 美女 从机场开始吧 互相了解一下 好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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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那么有诚意 你不得给点 对 真的来的 我觉得今天这朵玫瑰花接过去是一种爱情的渴望吧 还没有到达爱情那一步 对 两个人有这种愿望 觉得彼此都还是挺好的人 愿意主动去了解对方 你怎么给他俩分开了呢 对不起 在这边来站着 但是 我刚才跟咱们一号姐姐说了那样的话 我现在还想跟你说几句话 因为什么 机会难得 真的是机会难得 我们的年龄一天天的不断的在增长 但是有一个一心一意清情的 愿意为你做出这么大努力的人 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非常勇敢 愿意在这样一个大庭广众之下 把他自己的内在的心思完全向你表白 其实我觉得这份勇敢就代表他的真诚 一样 珍惜眼前最好 对 一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识应该不止一年了 对吧 你是来舞台有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真的见证过好多好多男士 为您倾慕知道吗 我们也在想内心 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士 但今天叔叔来的时候 其实真正让文文特别想让你们牵手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叔叔是那种 对你来讲是一种爱 他想跟你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的那种真挚的感情 就是让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深挖他的东西 有疑虑的东西 我放心把您交给他 但是文文也知道您顾虑是什么 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地狱呀 包括一些其他等等的东西 可能是你现在是阻碍您的 但是文文不管演那个剧也好 还是跳出来跟您说也好 其实距离真的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 你要是说感受到这种恋爱的温暖的话 我觉得您俩应该是我们年轻人都非常羡慕的 老夫老妻的状态 加油努力啊 不要青年放弃好不好 谢谢文文女 我觉得今天的送花和接花 让我心里边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 爱的感觉 对 这种关系不是说我逼着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而是你给我一个态度 你愿不愿意跟我多一些交流 给我一个可能 有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接花和送花的过程 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离爱情更近一些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温暖一些 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的一个祝福 不用谢了阿姨 我们也谢谢你跟我们看到了好多的阳光啊 拿着花 来两个人手拉手 共同走向 对 幸福之分 感谢各位那个工作演员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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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